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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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时间里赖以依托的民主法治自由的社会 大家看到了它非常不足的一面 给所有人带来一种曾经期待的一切 并非像真实的故事 就并非像人们梦想中所希望 特别是对中国人 那中国人就因为 因为其实它复活节叫Easter Day 就是未来在东方 那怎么来的 那宗教中有宗教的解释 但它的执意就是未来在东方 对不对 那东方出现大一统的概念 天底下出现了巨大的魔鬼 就是共产党 那共产党现在 人们对共产党的认知也是一统天下 把它称为魔鬼 撒旦的化身 那在西方社会里 基本上开始把中共跟中国都分开 中国人跟中国共产党是分开 这是花了太长时间 才真正是我们最早一开始讲的 中国是中国 中共是中共 那中国分不清了 其实涛哥那时候说了一个中共国 那现在中国人大多很多人都承认 中共国这是对的 用了这个词 它都是它就是这么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而最早的真正的先驱者 可能很多不被人们所认知 原因就很简单 就是最早的其实识别的 有着它背后神性的一面 没有神性的一面 很难把共产党化为魔鬼 对吧 那它就是政党嘛 它是共产党 它用它的办法来获得它的利益 那这世界上谁不是为了获得利益 它就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演变过程 那而这种演变呢 到现实的环境中 当普世的人们认知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认为 就是共产党真正灭绝的时候 人们对它的认知呢 就是自我的拯救 所以在东方共产党的存在 和被普世人们承认它是 撒旦魔鬼式的本身 就奠定着复活的本身 是来自于东方 相生相克道理是绝对的 相生相克道理远远超过今天的宗教 很多人把宗教当成很一体化 比如说像现在的概念 对吧 说这个这其他都是不灵的 我们跟大家讲过几次 就简单的讲述说 乾坤 乾坤俩字是非常厉害 上不到头 下不到底 乾坤这俩字 阴阳 阴阳人们很容易就看到 有形物质的生物 对不对 人有男有女 动物有公有母 对不对 那思想稍开阔一点 就说有天地 有天就有地 有天就有地 天是盖 地是托的底吗 就给托中间了吗 它是有框架的 没错吧 有生就有死 它是有框架的 有白天有黑夜 这都是人们肉眼看见的 但乾坤俩字 在人的概念中看不着 看不着 说钱在哪 阳到底有多大 所以那是厉害 那它揭示着什么 相生相克 相生相克 所以远远超越于宗教 人们在宗教的认识当中 如果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我以为East这个概念 同样超过宗教 你别看是在西方的宗教里讲的 那很简单 天主教讲East 基督教也讲East 东正教也讲East 但它们时间略有不同 俄罗斯的East 可能到了五月份 这是宗教蜕变的过程 对不对 而它East的基础是从 月节出来 犹太教 来证明 神的存在 这个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我们这个教 我们不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 犹太教没关系 没啥关系 只不过你蜕变的过程 是你蜕变的过程 是你蜕变的过程 一代一代蜕变的过程 神是伟大的 人是衰败的 神是永恒的 耶稣是永恒的 这个 这个摩西是永恒的 人是衰败的 所以它在永恒的神的背景下 人是衰败的 所以衍生出 我们今天在昨天看到 一个把手放在圣经上的 美国的总统 天主教徒 却把昨天当成 咔嚓 见光日 对吧 男人脚丸得晒太阳 昨天竟是阴天 这就是本末倒置走到头了 那走到头干嘛 该翻版了 所以这是 这是因为挺感触的 因为大家认知不同 那这段内容呢 我直接翻成英文了 是川普写的 East 所有人复活节快乐 但川普这个复活节快乐呢 其实跟他这两年概念都差不太多 他祝福了所有人 这个复活节快乐 但他主要去祝福了 他的司法上的敌人 对他是以司法制裁的人 非常具体 所以他特别像 要把他送进监狱的人 表示祝福 所以我就 我又给大家讲这大概概念了 那这个概念呢 说句心里话 就是 我只能说 有着川普的特征 仅此而已 不想太过多的去评价他什么 因为神的复活 就是神性在其中 但川普呢 直接就给讲述了说 包括那些腐败的检察官法官 他们就是选举干预 他们要把我送进监狱 我还包括那些被我所蔑视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想摧毁美国 而美国现在就是个失败的国家 然后里头谈到了精神错乱的史密斯 然后谈到了这个史密斯的夫人 因为他夫人是极左的嘛 然后谈到了威利斯 然后谈到了威利斯的情人韦德 然后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爱他 然后就谈到了这个 还再次就谈了在佐治亚州的 这个对川普案的展开之前 他就玩了死了命去爱他 然后就谈到布拉格 布拉格就是这个曼哈顿 然后跟这个布拉格跟这个拜登的司法部在害他 然后就谈到了这个这个 纽约州的总检察长的办公室 非法起诉 所有法律学者都说这不是一个应该有了案的 这是违反法律的本身 那被所有其他执法机构都拒绝 这不是犯罪 所以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所以复活节他这个复活节快乐呢 我只能说叫另类 我我我只能说叫另类和川普个人的特征 那而通常的在我个在我个人的眼睛里看 复活节应该是简单的 应该非常简单 对吧 因为那是对神的敬注 那可能朋友说 陶哥你你这就暗于在说川普什么 川普几年来 2022吧 2022、2023、2024 都有类似 基本都有类似 当时他抨击了那些就是给他造谣的人 这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借助了复活节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只能说有他特征 那我跟大家描绘的很清楚 川普不是神 他不是拯救人类 他只想在美国的国土上 能够使得就遏制美国道德的下滑 以他个人能够理解道德的标准 所以这弄清楚了 他不是人类的拯救者 他只展现了一个真 他一个在今天的环境中的一个好人 尽他所能 他有钱 他不放弃 尽他所能 和他背后的神性的一种依托 命运的依托 去阻止美国道德的下滑 美国能够阻止美国道德下滑的过程中 让人们看到一个 在悲剧中 在这个整个体制的腐败的过程中 衰败的过程中 人败坏的过程中 能够被塑造一个 一个美国的英雄式的人物 你弄清楚了 美国的英雄式的人物 他的边界性很强 就在美国 那他同样又对整个人类 有这么一个 一个警示跟教训 让人们知道一个事情的真相 对吧 民主拯救不了人类 法律拯救不了人类 自由拯救不了人类 在没有道德的基础上 民主 法律跟自由 都成为了魔鬼的帮凶 魔鬼的帮凶 故事就基本就这么来的 对川普迫害的人 都可以看到 他个人品质的 卑贱的一部分 但他可以任意 在美国现实环境中 以美国的名义 使用着美国的法律 和他们嘴中的真相 这是相声相歌 就是背离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